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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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大地營造 謝帝王施董事長 願意出錢出力 來幫助我們第一線的 我們消防局的同仁 因為消防局的同仁 一旦遇到我們新冠肺炎的這些個案 他們確診的個案 或是假設有上呼吸道感染 或是有發高燒的這些個案 我們一旦都啟動救護車的同時 我們的消防人員跟警消人員 他必須要把防護設備完全裝備完畢 才能夠來接受這樣的一個個案 我想做好隔離 就是對我們弟兄的一個保護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我們謝帝王 謝董事長 可以捐助我們消防局 五排套的這個防護衣 對我們所有二十鄉鎮 所有的警教義校的同仁 可以說是莫大莫大的鼓舞 那也是表達對他們的關心 另外我們也提確到 第一線的這些清潔隊的人員 他們也必須要有一些防護設備 因為所有的這些垃圾 廢棄物的來源 有沒有病毒在裡面 有沒有細菌在裡面 我想在第一線我們的 這些清潔隊的弟兄 也是需要保護 所以我們也感謝謝帝王 謝董事長捐助了兩千套 這個防水隔離衣 讓我們第一線的清潔隊的人員 來使用 我想我們不只是我們消防局 環保局 我們所狹屬的這些單位 他們在這次的防疫過程當中 都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想保護好所有的我們這些同仁 就是最好的一個防護工作 要把它做好 然後他才能夠有更好的 這樣的體力精力 還有更好的這個生命力 來面對這所有的鄉親 來做所有的保護工作 本身我是台西人 那台西鄉鎮當然就是比較偏僻 也比較貧困 那我是可以成立公司 然後也可以多多少少賺一點錢 我個人的今天是 取自於社會用自於社會 那今天的話剛好遇到 這個武漢會員的疫情 所以身為營運人 我覺得更加有必要 來為營運多盡一些心力來付出 所以我來見證這些隔離衣跟防護衣